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赛季朱霖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 奥王闯进16强 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虽然交手记录方面 朱霖两胜三负暂时落后 但仍然看好朱霖晋级 首盘比赛由朱霖先发 第一个发球局就被张修珍破发 随后张修珍饱发成功 朱霖开局0比2落后 之后三局 双方各自饱发 比分来到了2比3 第六局 朱霖抓住机会 实现了反破 将比分追至3比3平 随后 朱霖爆发成功4比3领先 第八局 朱霖把握住了第七个破发点 再次破发 5比3领先进入朱霖的发球胜盘局 但是张修珍以Love Game破发 将比分搬成5比4 关键第十局 朱霖把握住机会 再次实现破发 并以6比4的比分 先胜一盘 第二盘 前两局双方发挥稳定 各自饱发 1比1平 第三局 朱霖的发球局再次失守 被张修珍破发1比2落后 随后 双方各自爆发成功 比分来到3比4 朱霖落后 第八局 朱霖向张修珍的发球局发起冲击 并顺利实现破发 将比分搬成4比4 随后 双方再次陷入了 发球局难保的怪圈 比分来至6比6 进入抢7 双方在抢7中 仍然打得难解难分 最终朱霖以8比6拿下抢7局 并以7比6的比分 取得了第二盘的胜利 此外 在1号场地 同时开始的女双手轮一场较量中 两位老将韩星运马泰克 美国组成的跨国组合 以2比06比37比6的比分 战胜了邦纳文图尔 比利时 亚西纳 俄罗斯 晋级女双八强 韩星运也取得了新赛季的首胜 下一轮 韩星运组合将挑战赛会 4号种子詹永然 中国台北 呱拉奇 智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